HELLO大家好我是李氏 今天啊 4月10號 再過兩天 就是我 人生第一次挑戰 一日雙塔 520 不過嚴格的來算啊 雙塔應該是明天就算開始了 因為明天11月11號 就要北上移動 到活動會場 凌晨0點開賽 李氏呢 可能會把這個VLOG 做成兩集 所以我打算從4月10號 準備日 就來做紀錄 分享給各位 我做了哪些準備 那還有挑戰紀錄的過程 當然要挑戰成功啦 最後呢可能再總結一些重點 分享給未來想參加雙塔的朋友 希望大家會喜歡 好 如果我喜歡李氏的影片呢 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和分享 如果可以的話 下方超級感謝 小兒資助 李氏的創作 以及我們的團隊 希望未來可以拍更多 有的沒的給各位喔 好啦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 GO 好 跟各位分享 今天11月10號 的第一站 我該如何準備雙塔呢 等一下我要先來去做全身的指油壓按摩 絕對純的 無業配 是我個人自己偶爾很喜歡去的一些 紓壓館 結束還有雞湯跟滷肉飯可以吃 超讚 那為什麼我要選擇在這個 11月10號來做放鬆按摩呢 因為按完啦 傷完之後 晚上就會很好睡 那今天晚上的睡眠品質非常重要 這樣子明天 11月11號 一整天的精神就會非常的飽滿 然後下午呢 提早下班 回家再來躺一下 試看看 能不能睡著 如果不能睡著 那也沒關係 反正我們該睡的 黃金時間又把它睡飽 有些人可能會選擇 雙塔的前一天熬夜 然後 利用白天睡飽飽 到晚上接著 比雙塔 基本上這樣的做法 我認為非常傷身體 因為平常呢 我也沒有熬夜的習慣 所以這個時候啊 就算你睡了9個小時 10個小時 甚至 睡12個小時 我認為都補不了任何的棉 你的體感啊 絕對是疲勞中的疲勞 因為你已經先熬夜了 平常你就是沒有在熬夜的人 各位車友 應該都是吧 所以呢 我決定 我一樣 不改變我的作息 照常 早睡 早起 只不過這個早起 可能會睡更飽更沉 透過按摩放鬆 加上 櫻桃汁 這樣雙效合併 我相信今天晚上 我的睡眠品質啊 一定非常好 好啦 我快要到我的 按摩的地方了 那我就要先來去按摩囉 按摩摩 喝一口 喝一口 你喝一口 很爽 欸 他是雞湯是不是好喝的欸 原本是生癮 他全變成打呼 我傻眼你知道嗎 他按得很好 按很深欸 他按超深 超喜歡這種感覺 一開始我就直接問他幾號 你就知道 我那個就 現在呢 我們要跟隊友去楊梅 寄放物資 你看我們多認真 10號就在寄放物資了 迎戰雙塔520 現在有沒有 上裝備 這就是我們 明後天的補給戰車啦 參賽前給各位看一下 我的補給 英俐士車隊專用的高蛋白 碳水電解 雙效粉 聽說 當天禮拜六 過中午之後 超級炎熱 南部 熱情的太陽 需要電解雙效一下 看到沒有 櫻桃汁 黑椒 能量棒 欸 滿滿的 再搭配 我們小熊車上的一些 香蕉麵包零食 這樣 應該就妥妥的 都不用金超商 好現在來到 11月 11號雙11的夜晚 沒有去蝦品 跟我隊友準備到北上 富貴獎 享受那種 520 半夜 熱血的氛圍 if you moments later 現在8點20分 開賽前 8點20分呢 是唯一一次可以吃到鹹食的機會 以我們明天的挑戰速度呢 基本上是沒有鹹食可以吃的 吃個土漆 炒飯炒麵 好好吃啊 各位 明天就整天吃蕉啊 吃麵包 統一集團 高階主管代理 原購價 買了一堆麵包啊 嗯 在20分鐘左右 就要開始了 我人生第一次的520雙塔 遇到了蠻多好朋友 都在關心我要騎多少 一定要讓我壓力這麼大就對了 沒有壓力 只有動力 對不對 沒有壓力 只有滿滿的動力 OK 歷史 看戲啊 小貝 小貝 哇你還帶朋友 讓人來就對了 我帶朋友 在以為錯 哇 對 我沒有像你那麼厲害 要騎全場 這個味道很好 這個是一個 peanut honey peanut peanut rice milk 米漿味道 是最靠近米漿的味道 我回來了 226 我知道這個 這個很濃 吃完能量滿滿的 對 給你了 加油 感謝米漿 OK 這條 不可以移 我好久沒有在12點的時候竟然是這麼清醒的 平常10點半就迷流了 今天特別 12點 竟然這麼想要爪 哇 喔唷 剩30秒了 最後30秒 哇就好像回到第四三五里一樣緊張 10 9 8 7 6 5 4 3 1 沒有 沒有名槍 高麗石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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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集結一下集結一下 - 集結一下 - 集結一下 - 集結一下 OK 經過了剛剛出發時的小亂鬥 MUGAN隊員正式集結完畢 正式展開雙塔520的奇幻旅程 這次MUGAN主要參賽選手 幫我在內有六位帥哥一起參戰 上週就有高手騎出15小時多的成績 不過今天聽說東北季風不給力 所以團隊夥伴先以17小時內為挑戰目標 那16小時內就看過程大家的節奏狀況囉 巴黎之前是丘陵地形 也是有點間歇攻勢 而且今天的霧氣水氣非常重 要集中注意力跟車 觀察岔路口是否能安全通行 前半段夜黑風高 不用著急 保持穩定即可 目前累積的總時間2個小時出頭 終於在永安往南 與MUGAN隊友集結 我稍微掐指一算 光是來破風開窩輪的戰友 就多達8位 真是太夠意思了 光是大家願意熬夜出門 看出來破風就夠濕了吧 這是一趟搭載夥伴的希望之旅啊 來到後龍施工段其實真的蠻危險的 可以看到道路大大縮減 基本上只能單排通行 好在我們的平均速度夠快 如果人多又慢一定塞車甚至車禍 真討厭啊 OK現在騎了3小時43分 來到了後龍坡 目前騎了135公里左右 大約1分之1的路程啊 GOGO 目前騎到現在啊 還真的沒下車休息耶 打鐵趁熱 趁著剛出發亢奮的狀態 團隊一直保持不錯的節奏前進 目前的平均均速維持在37.5附近 這裡是這個白沙豚購後的某一間加油站 來給各位看一下現在焦花的畫面 不用啊怎麼用料 我水喝很少耶 這個苗栗地區感謝大家 OK囉OK囉走囉各位 拿個果膠拿個果膠拿個果膠 拿個果膠拿個果膠 拿個果膠拿個果膠 下一站是彰化冰彰門市小七 大約還要騎90公里左右 我們打算在天亮之前 能快一點就要快一點 保持每2.5小時 才能下車休息的節奏 試試看 目前大約清晨5點半左右 我開始有一點點睡意了 看了看馬表 離休息點還有10公里 再撐一下 等一下到了我就要來嗑一嗑 咖啡陰錠 牙牙金 我們這台高鐵旅客也越來越少了 大部分在白沙屯就會選擇下車大休息 但是我們畢竟要拚17小時內 監控平均速度 以及掌控休息的節奏非常重要 以及有共識自同道合的團隊 目標不同 各列車各自努力 現在5點48分 我們來到這個張兵門市 應該吧 大休10分鐘 喔趕快 廢話不多說 不能跟各位廢話了 我要趕快去吃固體的 我已經吃不了膠了 太噁心了太噁心了 現在已經接近早上的時間 開始會困了 準備這個咖啡陰錠 我剛才氣到打瞌睡了 肩膀給你看 身體沒有到多痠痛 可是就是 我剛才氣到蠻掉了 趕快 白色小藥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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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剉紙了 上菜了六點六點六點 充實 靠到 ЧерH 上來 上赤趕趕趕趕趕快 快點喔 快點喔 兩百零五公里 接下來的路途就要靠我們自己拉 我們的破風部隊 北上回家拉 說真的 超給力 剛剛那個速度 今天的風已經沒有到很大了 但是剛剛的速度平均都有在到三十七附近 很不錯 非常的有感覺 好吃了一粒咖啡硬定真的有差 精神馬上就來了 下一站是哪裡 布袋是不是 對 布袋 好 就來一句布袋 GOGO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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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